这个皇帝在魏三十年,堪称有德之君,却为何被盯在历史耻辱注上? 历史上有很多王国之君,令人同情也有很多荒淫暴虐之君,令人憎恶今天给大家说一个皇帝他既不是王国之君,也不是荒淫暴虐之君就恩人品行来说, 他一生寻规蹈矩,不好声色力行节俭,勤于政物,按着传统道德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位有德之君,可是他却被盯在历史的耻辱注之上受到后知人的指责和抨击。 他是谁能让我们接着往下看清王朝后期,面临着与历代王朝完全不一样的,局面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道光他是嘉庆皇帝的,敌长子自幼宝读师叔,并且勇武过人曾用鸟枪击毙攻入紫禁城的两名天理教, 屠身的其父皇嘉庆的喜爱封他为何说致亲王,并被秘密立位储君1820年,嘉庆病死三十八岁的道光继位称帝, 当时清朝国立日益衰弱道光未晚就清朝衰,落作了很多努力如整顿立志腐败平定回步张格尔盼望维护了国家的领处, 完整河边江的和平安定一度使得清王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而且道光不好生, 色泉马一生崇尚节俭秦政爱民,可以说他在清朝乃至历代帝王, 终绝非贪暴之君,淫义之君,相反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很多美德, 为热门所津津的道,如果把他放在其他任,和一个朝代都可称为有德之君, 是一个好皇帝,可是在世界近代化的浪,朝之下闭关锁国已久的清王朝, 面临着新的更大的危机1840年道光在位的, 第20个年头考虑到英国贩卖的鸦片对国家和人民亲抚道光命林泽徐为钦踩大臣, 前往广东口岸实施禁言,令并在虎门收脚销毁了英国商贩的鸦片由此爆发, 中英鸦片战争最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落败, 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此后道光苟安姑息得过且过,没有任何学习西方振兴王朝的措施一, 850年道光驾崩十年68岁有人批评说,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至史上, 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鸦片战争的失败, 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皇帝应付主要历史责任, 还有人说道光在鸦片战争中立场动摇,指挥失败, 使中国蒙受耻辱实在可悲, 但他更为可悲的是在此事件之后, 他们反思没有任何振兴王朝的举措, 而道光因此也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处之上。